A friend in me is a friend in thee 大家受媒体的影响 把诚心老师当作狼师 这种指控太严重了 有长期的性侵才会被叫做狼师 所以长期杀人才算杀人吗 所以长期偷窃才算小偷吗 长期贪污才算无钱 长期贩毒才算毒贩 一切的罪只要不是长期 只要不被抓到都不算是吗 所以短期性侵算什么 这是什么补习般神逻辑 名副其实的助队友 无耻 台湾的资方都是弱势 台湾的经济也不是哪有老房在拼 还有另外的薪水队对来 那也是资方拿出来的 港港的薪水队对来 那也是资方拿出来的 台湾对有劳工过劳时 那如果是有 本身可能就拼了 妖魔不要喊妖魔话 在那边冷笑诶 过劳时就够可怜的了 硬怪人家本来就有病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台湾哪里有废物官员 我敢说几乎没有啦 如果有 那就是他本来就是废物 没有讲错 干嘛成绩 还说大家了解 会讲就不要怕啦 猪脑 台湾是一个功德社会 消防员把捕风捉舌当作做功德 造福员薪水低 也可以当作做功德 一力一修 劳机法修法 这个艰辛的过程 刚好可以满足六成劳工 想兼差的需求 这也是一大功德啊 最近的物价问题 半数人都加薪啊 我想 账架是没有关系的 加薪我是没跟到啦 那账架倒是扎实的被削到了啦 怎么不叫全部政府官员不理性 做功德 到底是收了多少钱 让你狂推这个劳机功德法的 你改你22K 再来跟我说你低薪做功德 一生重生了 脑袋也换了一颗 根本绿色妙残 脑残 还好 什么 leaked 有 有 有 是 有 好